为了摆脱行人地域的臭名 关山警分局自五月份起执行警政署规划的 全国同步扩大取缔路口不停让行人执法专案勤募 并特别在辖区各个重要路口进行执法 同时也深入社区各大小活动进行宣导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展现政府对行人安全的重视以及执法的决心 关山警分局的远警拿出摄影机 架设在辖区的大型实质路口处 紧盯驾驶人是否有理让行人 台湾的交通环境先前被外国媒体戏称是行人地域 为了摆脱这项污名 内政部警政署在五月开始 进行了全国同步扩大取缔路口不停让行人执法专案 台东关山警分局也特地派遣警力 前往辖区的各重要路口处进行执法工作 同时也走入社区进行宣导 最近有在宣导 如果你今天开车 然后别人走斑马线要经过 那你的车只要先停着 让这个行人通过之后 我们的车子才能过 自五月一日起展开全国同步 路口不停让行人大执法 除以拦查方式取缔外 也会采科技执法 再次呼吁民众遵守交通法规 本分局将会持续利用各种管道加强宣导 路口慢看停的观念 让所有用路人都能有更优质安全的用路环境 关山警分局也强调 执法只是手段 让驾驶人以及行人 养成遵守路权的观念以及习惯 才是执法的最终目的 同时也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则 让所有用路人都能够拥有更加优质的安全用路环境 介绍陈吉林关山镇报导